他是顾承泽 是我黎人说喜欢的男人 顾承泽我喜欢你 你愿意送我男朋友吗 你愿意送我女朋友 不少 我今天 有安排你 有什么事 没有啊 那大白看你在公司上班 怎么办 是的 是顾 rant 学校 你才是工作的 你千万别跟我提起来 anche 我请你回去犯网 你还是这么叫麦可不犯这 他早点到我去 这对你当然了 哎怎么在也约你 对啊 他给我打电话 我还没有什么识问回事 他算了 我跑到这边一看到你 我就知道没什么意思 为什么一看到我就知道 不会有什么弱解的事情 你再要就是 他会被你废话稀释掉 哇有这么大的本事 你觉得我是在抓你吗 这么明显的不错 我当然现在说 但我可是从我总裁的人 这么一点小小的打击算的人是 是明显 意思就是 我的心太美了 哈哈哈哈 每次都觉得麦可说的不错 真是够衷心的 我 决定要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啊 决定什么呀 曾财 我决定 要求婚 是跟李乐主求婚吗 废话 还有谁啊 你确定要求婚了 你没有不高兴吗 没有 我一开始也以为我会不高兴 可是我刚才酝酿了一下 但是我发现我一点也没有不高兴 看来我是真的一点也不喜欢李燕淑了 你眼睛是钟摆啊 晃来晃去的 不是 我就是想看看你们俩会不会打起来 我呢 就是想问问你们有没有求过婚 没有 但是我知道求婚是怎么一回事情 废话 我也知道求婚是怎么样一回事 那么 你找我们两个来 是想让我们教你怎么求婚吗 因为这次求婚真的很重要 我想给燕淑一个最特别最难忘的回忆 一定要弄得它非常的华丽 非常的大气 非常的有档次 首先 你要选对地方 要找一个非常高档的餐厅 然后把整个餐厅包下 只有你们两个人 然后呢 再找一个乐队 演奏最浪漫的音乐 求婚吧 玫瑰花是绝对不可以少的 接住它的消滞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把你特别定制的钻戒送给他 怎么样 我这个想法不错吧 不愧是顾手 那是马屁精 怎么样啊 你倒是说句话呀 你该不会以后 像女孩这样求婚吗 当然了 这可是所有女孩 梦寐以求的求婚方式啊 这场面 喂 你这是什么表情啊 难道还不够特别吗 特别 特别浮夸 特别扰名 而且特别不环保 这已经是我能想到的 最特别最大气的方式了 嗯 你如果还不喜欢的话 要不然 你就问问他吧 你们两个在一起那么长时间 你一捐屁股 他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了 这话有点粗俗 哎 话抄理不抄 顾少说的也没有错 在一个浪漫的喷泉广角 敬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然后有你的神情的相对在一起 就算 我这个想法不要 我才不要呢 客串一下吗 顾少 那么热的天 我不客串 万一把我给热坏了怎么办 你负责呀 我负责 你怎么负责 我给您备两瓶冰水 这个想法 不错 你看看 迈克 你什么眼光啊 这种想法也叫不错啊 但是 围观群众那么多 我还是失败了 不是很没有面子 你这么大反应干吗 不是 总裁您这么没有自信的 对啊 你没自信你求什么婚啊 我做事情呢 会把最坏的结果和最好的结果考虑清楚 考虑一下自己能成熟的结果 这是我和你的区别 那万一要是最坏的结果怎么办啊 所以我对决最坏的结果 所以找了 你们呢 忽然之间我觉得压力好大啊 喂 奶奶 行 我这就回了 我不知道又犯什么错误了 奶奶在电话里 语气冰冷 让我赶紧回去 那我先走了 那我先走了 回头联系你 回头联系你 拜拜 顾手 嗯